这个bus里面比较常用到 它上面的文字 一样 比较会有特殊说 有没有打勾 这边有个booling true或者false 如果有打勾 预设是false就没打勾 再来如果说我今天 是要变成圆圈圈的话 就是一个单选的状态 就必须加入一个叫group当中才可以 加入一个group 那这边的话就必须用一个所谓的那个group 才可以把这个变成单选 那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多选的状态 所谓多选的部分 这个地方加入一个所谓的那个checkbox 然后呢有分别一二三 名称的话自己可以定 那里面的文字就是分别是这几个 哪一种printer 哪一种印表器 那最后的话呢 我就在这个地方设定所谓的大小 那当然你可以用setbox会比较简单 因为它的坐标 跟它的那个除了坐标之外 还有就是它的大小也可以去设定 它分别40 位置往下60 80这样去调整 那还有就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一定要加入什么呢 那个set layout 把它改成no 就是重新排版 否则它的板面会乱掉 那这边的话呢 就加入这三个 这三个之后的话 那特别注意 这边有个地方 就是我如果说 有两个要打勾的话 那这边记得就是 在加入的这个参数里面的加入处 加入处 也就是这两个是有打勾的 Epson跟HP有打勾 那其他这个就没有打勾 那这是状态的部分 好那这边的话呢 就把它秀出来 就像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这两个打勾 那它的位置坐标 刚好间隔就20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做出来呢 像这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我除了说这两个之外 这三个之外 我还要再加入什么呢 底下有两个 但是这两个是单选的 就是二选一 不能够两 因为打勾是可以通通打勾的 多选 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加入这个是单选的话 那怎么做 特别注意哦 刚刚的部分呢 假如不要动 那我要加入哪些部分呢 特别注意哦 我主要是加入两个 两个checkbox 这两个 所以呢 其实会变动就是这个地方 但是这两个 这两个加入进来之后 我在这个地方 不去做true或者force的设定 另外还要再加一个部分 就是说 我要再加一个group 这个group呢 就是把它变成单选的 所以在这边呢 我还要再宣告一个所谓的group 叫checkboxgroup 然后给它一个名称 物件的名称叫grp new一个这个 在这里 建立之后的话呢 后面都一样 差别就是说呢 这边也是把它set 有没有 也是一样setbound 它的 坐标跟它的大小 都不改 就是往下就对了 那会有差别 就是在底下这个地方 我必须要把4跟5 加入到那个group里面去 那加入的方式 就是说在set 这个 最后有个叫set checkboxgroup 后面呢 加入grp 也就是把这个 加入到groupgrp 我这个宣告的物件里面去 就可以了 另外呢 我还必须要在这两个之间 有没有 这两个之间的选一个 是有什么呢 因为单选 如果说你没有选择其中一个 会变成没有选取的状态 所以我把第四个 它set它的status等于true 就是说 它是有被选取的 那其他都一样 最后把这四个通通 加到这个friend里面 并且把它秀出来 那看到的结果呢 就会是这个样子 看到的结果就这样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你们特别注意 几个细节 就是说 状态后面加上true 才是打勾的 那如果说单选的话呢 必须要加入一个什么呢 group 并且把它加入到这个 set checkboxgroup里面 然后选择其中一个 让它状态为true 让它状态为true就可以 秀出结果来 这里的话 我想你们试试看这一题 我看下来是这个 我看下来是这个 这些是这个 我看下来是这个